文哥剛才解說 那沒事文哥這麼說可以的 文哥可以說 啊行陰打陰 沒有去開龍 繼續睡女兒村 再吹化身吹中 不讓拉金剛 這邊一把金剛又刷到沙威鐵棒 這邊上面就得女兒村 這次學乖了 再來個甲 好這個傷害我感覺 秦陰三賊要疊死了直接 無相因為女兒村死了 所以這把無相傷害賊高 她女兒村也翹了 方神應該會繼續催眠化身 我們這個陣容 就是導人 有方神在能控的話 不讓她能把傷回上來 持續壓屍體還是好打的 落破 這邊拉了把金剛護體 對面女兒村拉起來是會清清啊 如果方神也有避重可以丟 這倒是無所謂 沙威鐵棒接著來 壓大糖不讓她加野獸 你把我把蛇招出來 對面場上還需要她5號寶寶配速來頂大金 所以沒有選擇招蛇 先招了個胖子 給大糖直接頂大金 我們又給她化傷 我們又給她大糖加了700多 又加了700多 非常刺激 這一波下來大糖沒死 拉起女兒雖然喝酒 方神也好像沒有別的辦法避重化身 但是如果這把避重化身 對面肯定是點過來了 這把感覺給避重遞死 只能讓她化身回血 他一把金剛寶寶給大糖頂個大金 直接點花果山過來了 封定是金剛寶寶和你 還要拿錢進去 還是必中化身 欸,我還沒點 那太好了 他也怕死了,想想新加野兽 好,我们也去加野兽 再不加野兽一会死了,没得加了 你帮不出宝宝抗物 一把善恶,女儿生再下去 他的宝宝是可以强拉的 他女儿生的宝宝速度是贼慢的 还可以给他一些 顶到大金,没有墙拉 雌金吸过来 抓到神针了,那继续神针 我感觉,因为我感觉,刚才那把的确是可以压花果山 但他也没有压 主要是我们这边方寿的确是给他化身丢毕重 也没给他地府丢 这个 大家都在算 活去叠个人心 高速直接拉 大堂利盾了 一拳锤了一下 女儿的村宝神针刷照 开始飞 对面出了个须迷 他可能是觉得方寿用九转拉女儿的村 然后让化身给活血 所以他直接出了个宝宝 想把女儿的尸体给守住 但是我们只用这个宝宝拉的 这是判断上的问题 你看到这个宝宝拉 你觉得他须迷出的莫名其妙 但如果你看到方寿拉 你就会觉得对面算死 因为拉起来 单单圈了一下 方寿也没圈中 女儿的村之一杯酒进去 现在还是第五回合 两边好像都没有加过流云凌智 那应该还是我们这边女儿的村 速度更快一些 原地精心清掉 让化身给个活血也还可以 发火上有沙威铁棒 可以继续压发女儿的村 不止沙威铁棒选择先清掉 那个须迷 刷个盗魔 好像不划算 利劈能解决的事情让花果上来 感觉有点大财小用 女儿的村先上了个盾 痴心化身 不让他回血 化身继续活血 敌人心 对面地府先接了个罗汉 接罗汉是很正确的选择 给女儿的村加了个大金 那不贴的话估计还是顶不住的 哦 原地开齐天神通了这句话 你都不把对面当人了 他们打的是有点浪 我感觉 这把齐天神通开出来 K后感觉不把对面当人 女儿的村继续倒地 近期法爆的须迷还是有点凶啊 我给你们看看刷了什么技能 他应该插齐了 说不定能插双齐 也好也好也好 这把如果运气好 插出双齐来下把一刷神针 既有双齐又有这个鸭鞋 如果他是点了这个须迷飞 或者点了什么残血宝王飞 飞死的话还能有弹魔 伤害就很爆炸了 叫了一下化身 女儿生挺有的怒啊 过过女孩没中啊 化身再给一个活血 对面化身好像被笑中了 并没有动 小鼠王点过来了 这把落魄没中有点尴尬 那花果山只能说 这把齐天神通开得非常尴尬 可怕有多大仇 给女儿生加大仇 给女儿生加大仇 差了个旗子结果差了个技末 差了个旗子 猎死 那宝宝应该也会跟 还有只虚名 点了怨灵妙 善恶拳手势 哎呀我现在这个旗子差了 这个齐天神通开了 卯带瓜子疼 不过他们这把好像是算到会有点啥 他想的是女儿称把化身的金清或水清笑调 然后化方程序封女麻木 这样的话 大床扫过来能贴住的话我现在是不会死 但是方程没风中怎么办 只能把锅甩给啊 只能把锅甩给这个花果山实在是太不抗风了 小死亡没挂中 女儿称这把也没弄 原地起个塔 再圈方程也圈中 方程也起个塔 对面又冲须迷 又是禁忌法爆的很刺脚 扩夹一下女儿称 对面也开始须迷狂冲了 点女儿称 一个五龙直接进去 这个点女儿称点 有齐天神通状态本身就不抗风 是的 但是也不是说小死亡就是包挂包重 对面点下来的女儿称 但是并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上一场呢 真宝哥赢了 对面女儿称依然继续下去 哎 慢速开掉花生 方程可以效礼一下大唐 他大唐应该有破血 方程人拉 对面化身用灵宝奶 他这也用灵宝奶 没人封他 不趁机叠个人心 对面地府直接延长了 他这把想把女儿称 按下去的话 就不能阻止他地府丢延长 花果山就能多糖味 大唐先接罗汉 哎呀 这把笑里面去笑他有点尴尬 多接了个罗汉出来 确实也抽不出身来去笑他 方程要拉起来让化身给活血的 只能让他放了 善恶还是手势的 不对劲吧 他的女拔木 他的女拔木踩着轮子 善恶打过去打2000多 他的地府 站在误防卫善恶打过去打3000多 两名女儿称互相喝了杯酒 嗯 我们这边不管肯定是原地恩金青 至少放一把地府就放 就算对面金青听出来 观战方寸还能多避重 肯定我们这边金青是包放的 他防不放就不好说了 还是必中的化身 就是不必中地府 你爱点就点 对面先凝制了 这蛇怎么那么菜 一把满天弹出来 但这个节奏还挺可以 还挺可以的 对面满天叠得快的话 切女儿生好切啊 这个蛇主要运气差 他把那个法波往下播了 哇哇 这个不会是那个吧 这个这个风雪一成 不会是 让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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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躲了一下 不会是燃总吧 是 那是三个 有点尴尬 不小心随口说了一句话 有点失言了 失言了 真的是现场被刷 曼斯宝宝拉一下女儿生 瓷青吸过来 对面还喝酒 他多丢一个凝制 是 花果山的旗子还在 有神针也有当头 刚才是赢了的啊 赢了赢了 刚才是蛇猛的时候没看见 我刚刚说这个 刚刚第一把的时候 这蛇连咬对面六七个宝宝 有一次 结果现在嘴一突 ellos就被发现了 你瞧瞧 解说难当 刚才前面第一把打紫锦衩城的时候 这蛇的神经病 老百姓 黼� bringing 六千 七千 八千 七千 七千 九千 一下一个 女儿生丢个凝制 下去 攻擊 对面地府再揭露哈 配速拉起 我靠他这个满天节奏是不是好有点 一下出一把 这把腾鲁金还不如不出 当头再压 女马屋群鸟过去那不好意思女儿村又要下去了 插了旗子的花果山就是不一样 给女儿村加了个大金 还有善恶可以跟 还是得下去 一直拉不起来 碎鱼化身 方寸接入化 本来按理说女儿村不会去封化神都上方寸去封 兄弟你酒驾被抓了 他以为方寸会去封他的 所以说原地喝了一杯酒 结果没想到这次是女儿村去封了 女儿村去封了 你喝酒了 但是你又没动 你又没中毒 这你酒驾不被抓 那不好意思啊 这个 啊 不对 方寸没那个 没怒了 方寸刚接完罗汉是没怒笑里的 那这样的话 女儿村能放怒 她化身也能放 但是空不了 好像 有点尴尬 对面也不敢放 那就不知道了 看看两边指挥 这回合的博弈怎么样 我感觉这个就很有意思 这个给大家看的很明白了 对面女儿村是明着喝酒的 对面化身 对于观战的指挥来说 也是明着喝酒的 都是明着的 对不对 封女儿特技 没封重 给她精精精出来了 给化身丢魔魂 对面双精精 那这把是点了 点谁 还是点花果山 他不点花果山 感觉稳不大 点了花果山 叙叙鬼有没有加个大精 嗯 对面行进三叠的话 不一定死得掉 刚才花果山血不满 大精是很正常的 非常到位 赤火琉璃 他还有善恶 善恶 能不能来几个善暴 刚好我们这血没满 把他加加 加加满 有没有搞错 怎么怎么怎么 蛤 怎么这样的 还有个地雷 还行 他其他宝宝没跟 花果山没死 对面这把双精精 结果没把花果山点死 那我只能说 非常的遗憾 怎么这么拼了吗 对面地府还有 他抓女儿的村 他觉得花果山可能会活去 或者舍生 胆子真大 我现在有神针了 这叫神针 没有 当头先压人 先把他大糖摁下去 花果山又喝酒了 啊 没有 花成这把没喝 这把还行 你比如说他刚刚那个套路 是挺对的 他觉得女儿村不会疯 一般是方寸疯 所以他就 敢明目张胆喝酒 而且不会酒驾被抓 那如果是催眠 反正干嘛也 也喝不了酒 对吧 宝宝还撞了一下自己 打法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套路是对的 只可惜啊 这个 女儿村一直倒地 对他来讲 而且 而且他 真的想不到 就把 方寸去接了个罗汉 然后女儿村去封了 然后这个酒驾 就被 就被抓了 人心就一直 从头到尾被方寸控到死 这个化身 没机会叠人心 没机会叠人心 女儿村就是一直倒地 他想把女儿村的速度拿到 还行 这个手咬过来的时候 我还是慌了一下 他咬了个反噬 把蛇给秒了 不是酒驾被抓 我的意思是说 他喝蛇蓝酒 本来呢 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呢 看出来了 本意 如果是方寸封他 确实看不出来 但是女儿封他 就看得出来了 是这个意思 因为女儿封他没中毒 我们女儿村点的是 技巧 他怕站不起来 原地按防御 他怕那个善恶手持 女儿村点 技巧经脉 当你的封印使对方 行动失效的时候 对方就会中毒 但是女儿村的封印 并没有使对方行动失效 他是喝酒 所以 他就没有中毒 那就很明显 他总不可能 那个时候摁了个防御吧 拉了个虚米衣出来 先看看速度 已经他们快了 不过 这个这个快 来的稍晚了一些 继续封化身 继续封化身 灵宝奶 灵宝随便奶 反正八回合奶一次 一把活血 小子黄挂女儿村 他准备巨剑加嗜血之际点 是吧 嗯 这个是马 这个有盾气的 当头化身一万 化身下去了 9个 6个无相点 倒3个 你别说啊 如果没把他化身点死 这把无相 不一定 点得死女儿村 他的无相基础伤害 应该是 应该是4000 死个女儿村变8000 死一个化身变12000 然后再死一个大唐 就变成16000 反正就是每次 加1 加2 加3 这样加上去 那是 5成 5 6 7 6 纳苏拉女儿称 女儿称可以直接拉地厅 正好把这个遗志宝宝换掉 原地喝了个酒 还是挺稳的 这把齐天晨通酒当头来双杀走起 女儿都带几杯酒 看你心情 你觉得你的女儿称能稳强一束 四五杯 随便带 而且也看你打什么阵 我看到有些女儿称还带珍珠酒的 你敢信 怎么不法连呢这个 刚才插旗子也没连 当头也没连 你见过最多有人带八杯 那也可以 拉个虚弥 双杀 真路酒如果是140品质的话 加 56 品质乘以0.4